公车和轿车发生了擦状 当事人指控客运公司并没有保险 把责任通通都推给了司机 原来虽然说交通部呢 是有规定大家一定要保所谓的汽车强制险 但是却没有强制规定业者 必须要加保所谓的第三人任意险 很多的客运业者不想花钱来付保费 如果万一出事的话 后续的赔偿问题非常容易发生争议 甚至是恐怕呢 全部的责任都推给了司机 对于受害人来说 也不容易得到赔偿 就是这个路线的客运公车 跟休旅车发生车祸 当事人指控客运公司赔偿冷处理 总占人员低调回应 第三责任前你们 你当时跟你小姐讲的 没有保险是指这部分吗 对对对 我们公司跟驾驶要连在你负责的 公车到处爬爬走 体积庞大又有视线死角 车祸事故频传 交通部规定公车都要强制投保责任险 及旅客运输险作为乘客伤亡赔偿 不过任意的第三人责任险 并不用强制投保 万一公车撞车祸被撞毁损 损失恐怕得由司机自行承担 像这样你撞到人家车 公司不会把保险帮你 这个白毛鸡肉 这个有的私聊的自己都不在啊 它是让人特别司机就特别 一辆公车的任意嫌保费 一年最少要十几二十万 对于客运业者来说负担沉重 汽车同业工会资料显示 大台北地区15家客运公司 只有两家家保 但有部分业者表示 有保部分车辆没有被列入 任意嫌保费有的公司买单 有的只有保部分车辆或是司机自愿扣心投保 但不管有没有任意嫌发生事故 业者不可以推给司机 公司不能说单纯只把它推给说 驾驶要自己去跟对方来处理 这个是不能够这样子的 公车任意嫌对车不对人 因为不强制 许多客运业者选择不保 但万一发生交通意外 后续赔偿争议多 司机们战战兢兢 就怕出事没保障 专新闻台北综合报道